你们知道大黄蜂的好基友是谁吗 不是与他肝胆相照的老大哥秦天柱 也不是与他一同参与过二战的下任领袖热博 反而是汽车人里的大发名家千金鼎 早在远古时期的赛博坦 大黄蜂还是一位只为金钱而战的赏金猎人 每天为五斗米而折腰 而千金鼎作为大黄蜂的引路人 两人很早就结识于黑市 并一同参与过各种战役 可以说这两人是一起扛过枪的好兄弟 除此之外 他另一位好哥们则是来到地球之后的爵士 当大黄蜂为了保护山姆 而被第七区的特工抓走之时 只有爵士对于晴天柱见死不就敢于大声质疑 而到了决战时 红蜘蛛一个照面就将大黄蜂的双腿炸断 此时的爵士也是第一个过来嘘寒问暖 由此可见两人情义至深后 令人惋惜的是 在遭遇巅峰危阻后 为了掩护其他汽车人撤退 爵士最终惨遭老威撕碎 而大黄蜂的另一位好机友也不得擅重 在变三决战时 寡不敌众的汽车人纷纷被俘 千斤鼎也成了被杀鸡儆猴的第一人 随着声波一声令下 这位汽车人天才也难逃一死 虽然大黄蜂最后斩杀了声波为其报仇 可死去的机友却再难复活 怎么线我